大家好 我是五仔 嘩 這個八卦 講講張繼聰 為Eason和K 即是他老婆謝安K 寫分愛情的歌 情敵 即是說是否陳奕迅本人 經常說陳奕迅 和謝安琪有路 究竟是怎樣 他自己說這些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這一節 我們會講43歲的張繼聰 他是接受港台的訪問 那個港台訪問 其實為什麼呢 因為他接下來有機會 是否做影帝 還是最佳南配角 他分享獲兩項電影金像獎提名的感受 想不到他的焦點 竟然說他老婆和陳奕迅那段緋聞 很多人說他不是戴綠帽 拆解綠帽的疑問 張繼聰我看過很多的訪問 經常都在說他以前和謝安琪被人說 女尊男卑 老婆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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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公 其實都是帶出一些東西 還有這些會被人關注 如果說真的 你跟別人說金像獎感受 或者演戲有什麼心得 我就不報了這件事 很老實 聰哥也有一個 叫做 Marketing 知道這件事有人報 有人報到 這樣就說 其實聰哥我和你見過面 我和你演戲 你當年打了我一巴掌 然後我有些發脾氣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還有我們有個好朋友 共同朋友 子民 你們踏麻雀腳來的 子民 現在跑去做保險的人 他也是我朋友 所以我們隔著都叫 喲 懂不懂 他的人我都很欣賞 尤其是他轉了做喜劇之後 很好笑的 很好笑的 節奏他又不是跟周星馳 但是很好笑的 這個人 有人說他廢柴老公 有人覺得他幸運 他熬過冷言冷語期 近年外界口風 就轉了 會嫁要嫁張繼聰 張繼聰 我覺得張繼聰是一件事 為何 為何 這樣說 其實我們不是差很遠的年紀 為何現在 好像人乾 他之前很胖 很大塊 但我看到他跟杜德偉 有張照片 小時候的小朋友 杜德偉 現在都是那個哥哥 但張繼聰已經變了叔叔 你是不是要做男人 這樣的感覺 但有些人說 跟他老婆一定是 你看看 謝偉琦的樣子 沒有怎樣老 除了乾了老公 應該很恩愛才是 如果我用這個 我估計 原來他只有二十多歲 雜誌寫他 是老婆養的 其實當時我做監製 作歌月入幾萬元 他比很多人好 三十歲之後 他想通了 我到底是別人口中的我 還是我自己 我是誰 他在這裡開始有些哲學 我知道張繼聰 他試過全年穿著一件藍色衣服 說自己是外星人 即是外星那邊 然後在這邊投胎 你是新年代的 我佛陀那些 我很老年代的 然後 他現在都很閃 究竟是別人口中的我 還是我自己 斷定我是誰 他說如果我想不通 我便很痛苦 應該沒有七十歲的命 很快都有情緒病 對的 這些標籤是別人貼你的 他說 會很大件事 如果這樣有情緒病 死了 很早死的 警徐心轉 他想通了 就不用介意別人怎麼看 當年他老婆跑得快 當然是替他開心 但自己覺得擲洗 唯有用自己的方法去奮鬥 他那時候說到 他被人起底 現在我沒有被人起底 他那時候被人起底 就說他賺多少錢一個月 接著就說 起了他老爸 起了他弟弟 就說到全家 老爸和弟弟 都是借安期讓人 那時候搞到 他說搞到 我自己受不了 老爸和弟弟 他無端端變成了 吃了軟飯 無端端 他那時候很淒涼 他說 幸好外面的風言風語 就不涉及到 他們的生活 人家 有自由怎麼看我 我亦都有自由 是否認同 當年他們患上抑鬱症 但他想每件事發生 都有他的原因和價值 我自己以前也有抑鬱症 每個人做這行 你不抑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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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以為 不抑鬱症 不抑鬱症 其實有很多抑鬱症 都不抑鬱症 是真的 我認識一個演藥學院 張繼聰也知道 張繼聰本身演藥學院畢業 我認識一個師兄 他drama school出來 做了文員 然後喝酒 吃安眠藥 搞定了 他不抑鬱症 他都抑鬱症 他抑鬱症 但他不紅 沒有人揹他 所以做這行太被動 沒得你去選 所以其實 我覺得 玩健身 好像阿聰那樣玩健身 他是一個 有個修煉的過程 他自己也知道 在那時候 可能會掌握自己的命運 根本我以前都是這樣 大家走的路差不多 不過他好才爹 如果你說 因為 他是他老婆 有些機會 這個圈會認識到一些人 但是 他好才得來 都要他本身有實力 我張繼聰拍的戲 我是會買票入場看的 這句有些拆鞋 不過因為很多人都知道 暗仔你經常都說 任何戲都會買票入場看的 因為張繼聰拍的戲 我會優先買票入場看 這就是我對張繼聰演戲的評價 因為他做甚麼都挺好笑的 看見他 就算是配角也挺灰邪 主角更加沒得說 好像看那個 反氣攻心 笑到你 糟糕 如果不是他那套戲 沒有那麼好笑 他和王子華一動一靜 那種笑 阿聰是動的 無端端端 別人說他是一個 一個流動表演機器 又跳舞又唱歌又這樣又這樣 他人是否有些過度活躍的 通常這些演藝的人 都是有些過度活躍症的 連同功夫 不過不要說笑 達到周圍受傷 找簡單錢 講到他們有病 然後講到Eason 講到Eason 這麼多年來 他老婆和陳奕迅 好像才是一對 哈哈 很可憐 不會 怎麼會呢 張繼聰是怎樣面對呢 他說 他覺得他人生很奇妙 我覺得你也會覺得人生很奇妙 因為張繼聰 其實他說 情敵都是歌神 我都試過 我也試過 喂 我為何說張繼聰會覺得奇妙呢 陳奕迅大雄那時候 他還在讀演藝學院 那時候在唱黃金時代 那時候你自己也會去K房唱他的歌 頂你可不可以轉頭 你結了婚 接著說你老婆和那個人 哈哈 和那個人有路 好像說到 真是命運的安排 我都有一單 我以前有條女模離頭 接著有個一線當紅小生 找他 那個人又結了婚 你那單可能是假的 我那單是假的 我跟你說 對 你那單可能是緋聞 我那單肯定是假的 是想混合那條女 我都是覺得 人生真是很奇妙 他呀 有細體又大 哈哈哈哈 我現在都沒事的 不要緊 因為 當時那條女兒沒有對我不忠 還有 都是榮幸 榮幸 我都不會跟她說 有很多人有猜過 誰呀 我不會說她是誰 我都很尊重她 這是她的私隱 沒有發生任何事 算了 要不要趕盡殺絕 對吧 講到 張繼聰有什麼要求 他說給個情敵我做 不是 給個歌神做的情敵 他人生真是無辱無求 那種 他的確是我偶像 我入行事業 他已經是事業頂峰 我都說 他只能仰望他 那私底下呢 他跟陳奕迅說過這件事 陳奕迅叫我 叫他們 即是你兩夫妻要放開一點 那我建議他寫一首《分愛情》的歌 就由得我 即是由得Eason 和謝安琪合唱 哈哈哈哈 玩大他 哈哈哈哈 陳奕迅是這個人 原來 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是啊 我都玩大他有時候 我玩大 你說嘛 你喜歡說嘛 OK 他就說 擺上現實世界說吧 玩大一點 Eason說 張介聰當時贊成 寫好了這首歌 後來整件事呢 已經去到一個有傷害性的階段 不適合玩下去 不料料之 是吧 是咯 不知道呢 開頭是全的 你有沒有發覺Eason說 玩大他的時候 可能他跟他老婆的頭 黏得更近 究竟是真是假的 那件事 張介聰又去到一個傷害性的階段 哪個傷害呢 難道現在三個人 他是不是傷害到自己呢 傷害性 傷害到小朋友 可能 可能傷害到小朋友 可能是陳奕迅的女兒 或者是張介聰和鄭安琪的子女 我不知道他有子女還是怎樣 即是他的孩子 在學校 他就說 他不是張介聰先生 是陳奕迅先生 你這樣 就死了 大人玩 什麼都喝你 說到小朋友就不要了 對不對 幸好我沒有小朋友 即是如果有人 屈我講假新聞 買奶粉 養大個小朋友 我也會生氣 對不對 我們只是討論 所以 幸好有些煩惱 未必是自己的 他們都打算玩盡一點 玩到傷害性 這個就是我猜的 即是跟小朋友 另外一個傷害性就是 我說幫你搞婚愛情的人 你真是婚愛情的老婆 這個想法就離譜了 如果這個想法就 這個世界很多個方向 你可以這樣想 但是 應該都不是的 不是的 但因為那次之後 好像很少見他老婆 跟我一起信在一起 對 是不是真的玩了 整件事不了了之 張繼聰說 其實都是好朋友 他是一個好前輩 間中會聯絡 他有學電單車 張繼聰經常讀他 慫恿他買一些古典電單車 推廣電單車文化 我勸兩位 我是講新聞的 我們每天 就講很多電單車意外 你倆這麼值錢 駕駛你都可以 只差一個電單車 電單車很便宜 當然有人說 好帥啊 不是的 我這些人都買到最貴的 是呀 你們應該去玩法拉利的 很危險 我覺得你們應該聽我勸 有些人說 我真的很喜歡玩電單車 你不可以這樣 我勸你們不要開了 我已經勸過你了 我勸過你了 我盡了我的責任 因為我每天都講新聞 我不想 我都不會知道你是你 我其實不知跟誰說 你聽得到 然後有緣分 我不玩了 可能我救了你 就是這樣 張繼聰在訪問中 讚他老婆 他老婆很老婆 這幾年自己開唱片公司 搞時裝 護膚品牌 經常要開會 要照顧家裡 又要演戲 演出 又是天后 這樣 這樣 家裡 他不會說天后出場 小朋友的媽媽 只是這樣 當然 這些不用特地說 他四十幾歲 都無憾 他想幫人 想做社工 所以他很喜歡 跟新人討論 給他們的意見 其實一個人吃多少 穿多少 如果你覺得上天 給多了你的 就給別人 嘿 對 我經常這樣說 我經常這樣說 出消費券 立即說 十分之行 叫網友 捐三百元 有些人說 我不喜歡捐給別人 我喜歡 買罐罐給浪浪吃 沒有所謂 不是的 中生皆平等 你吃不完 幾個水 你吃完浦菲 可能肚子痛 真的 不是咒你 那些自助餐是 你不是 吃浦菲一餐的錢 去請老人家吃飯 但有些人就說 講了做善事 聰哥也是打算這樣 我自己也是做善事 有個人說 你知不知道 他的老人家很多 有幾層樓收租 然後又裝窮 他說我不請那些人吃飯 我覺得沒有所謂 他假裝窮也好 他真的窮也好 我都請他吃飯 是一樣的 我覺得是這樣 沒有什麼分別心 上一面就吃了 你覺得 你受了因為 你開心 你飽了 你活多一天 大家感恩 我不想這些事情 難道我為一個 假裝有錢的老人家 而令到一個真的沒有錢的老人家 沒有飯吃嗎 是不是 我不想這些 為何你會想這些事情 常侯著你 謀都給他 為何不給他 你買房子 也好 給政府也好 你也是要給他 錢也是要給別人的 你錢是用來洗的 為何經常想別人這樣 你不用想 如果你這樣想做人 便很苦 是不是 乘車又說 不值這個錢 這個又不值那個錢 我捐錢 我又怕這個 那樣 那些錢一定是少的 你本身做人這樣 你這樣想 太小氣了 天氣不會分配很多財產給你 你想想一個 現在說完阿聰哥那些分外情 說一點點 你覺得那些有錢人出去捐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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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有些人欺騙這些福利 當然有 沒有所謂 這是你的問題 我捐錢是我的問題 是兩個問題 那我還是說回中國 那他現在是 今屆電影金像獎 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佩國提名 嘩 我覺得你會獲男佩 如果你獲獎的話 主角要起碼去到青雲那些才行 真的嗎 我摘到微塵 我已經拿了影帝 我不知道你對手是誰 這裏就是阿里提名 他自己說平常心 那些贏輸過程 以前在樂壇電視台都經歷過無數次 最緊張其實是宣布結果那一刻 太太已經準備好陪我出席頒獎禮 家中的小朋友好像不知道 我相信大家的人生都有 更多教我這個頒獎禮精彩的事 那是 你獲獎有沒有 沒有所謂的 都是要做的 說真的 那一陣子和周星馳的朋友 和周星馳的朋友 和周星馳的朋友 和哥神的老婆 很厲害 你也是 你也是 星星馳 整個牧村托災的樣子 頭髮 穿了皮褲 穿了皮褲 挺帥的 OK的 嘗試 嘗試玩回後生一點 我覺得藝人都好像泥膠一樣 他以前 你那一期幾有型 當然你現在也有型 他有一期 剪過一些刀吻盡頭 然後一排腹肌 瘦手地的時候 模特兒 然後倒花生油 拿新桌 那些 那時候是OK的 即是扮到一些溝女款 現在就不像溝女款 現在就太成熟了 你明白嗎 但你那一款 你也扮得到 其實那一款 那一款好像比較年輕 他現在的歲數 是劉德華當年 很健身 很英俊 很溝女的歲數 現在是否玩早了 你現在 劉長頭髮 劉撇鬚 你以為是木村托災 但我想想想 其實就變成林子祥 所以 林子祥也贏 是一壓OK的 那時候 那 可以的 不要限制自己的造型 就算講佛計 也是這樣說 不要限制自己 不過可能這部電影 暫時想喜歡這些造型 有些人說 好像木村托災 那樣的人 當然是瘋子 我明白的 問我為什麼經常剪小豬頭 就這樣 拜拜 拜拜